再来关心食安的问题 空军加山基地在23号是传出了 大约有10多位的官兵 在吃完午餐之后 陆续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 依照了规定通报送医治疗之后 目前卫生局也已经前往采样 不排除为食物中毒 或者是其他感染的可能 空军校准部所属的花莲加山基地 23号中午传出疑似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有十几名官兵以及聘雇人员 吃完中餐后陆续发生腹泻呕吐 今天凌晨开始 那是空军校准部 大概有12位的弟兄 含一位的聘雇人员 他们有一些长运道的症状 包括上吐下泻的情形 目前在我们医院的急诊 还有一位留官 由于疑似中毒的官兵 从23号晚间到24日凌晨 才陆续发病送医 其中有8人送国军805医院 7人已经出院 还有1人留院观察 另外有2人送慈济医院 目前都已经出院 至于加山基地的医务所 也收容了3名症状较轻微的官士兵 已经派人进去了 我想这个正在稀查中 加山基地里面 他是自己有厨房 但是他是委外除工 他不是所谓的餐饮业者 所以他也没有必要留食饮 空军基地官兵疑似极体中毒 各单位都不敢大意 卫生局国军805医院 都派员到基地内查核 采集食物检体 预计两天内就会有初步检验结果 空军司令部则表示 目前加山基地除了接受卫生单位 稽查裁检外 后续也将全力配合疫调及相关查验 务必要清查厘清官兵不适的确切原因 记者许立晴花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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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